这个家长就说你最好从你去买 因为你自己买的话可能会出现社差 把他把这个面积发给 14块多 最普遍的价格就是40到50 人员收费是66一套 然后我就感觉你家委会 从你存在这种海洋模型的 如果把我踢掉 要求你公事 他们不公事 那会经历什么 没有什么 近日 江苏连云港关云县一网友 发布多个视频称 他在女儿班级群里 质疑家委会统一采购的演出 服价格高 却被踢出群聊 6月5日 该网友告诉记者 他已将此事反映给学校 关于县教育局办公室工作人员表示 目前正在向学校了解具体情况 据该网友发布的多段视频显示 其女儿所在班级家委会 要求家长统一购买一款演出服 该网友和家委会 一名负责此事的家长沟通后 决定自己购买 但对方后来 给他发的链接衣服价格偏高 他因此在班级群里质问这名家长 但对方没有回复 班主任老师则在群里 要求他遵守群纪律 并要和他私聊 该网友坚持在群里公开问 后被提出群聊 该网友在视频中还介绍 对方给他发来的链接购买成功 是花了73元 他另外购买了两家的同款产品 都只花了40多元 发货地和衣服款式质量等完全一样 他要求对方将统一采购的链接发出来 对方也没有回应 因此他认为是被薅羊毛了 5日该网友告诉记者 他已经将此事反映给学校 他认为只是班级上的问题 学校应该会处理好 上午校长已经联系他 称会批评教育老师